美国和乌克兰官员在靠近乌克兰波兰边界附近的亚维利耶基地会晤 共同筹划这项训练 基地的外面等候开训的美国散兵拍照留念 他们的许多乌克兰战友亲身经历了东乌克兰的激烈战斗 但是面对与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分子的持续决战 他们需要增强自己的基础技能 站在美国大使身旁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克说 英国 加拿大和波兰也将协助进行训练 他说这种训练代表了乌克兰同西方支持者合作的新领域 他说 我向大家保证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扩大我们的合作 我们将尽自己的一切可能 我对大使也将积极扩大这种合作充满信心 这次训练开始之际 东乌克兰地区违反停火的情况在持续 国际观察员报告那里每天都爆发战事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一在莫斯科承认 反政府分子应该对有些袭击事件负责 但是他同时指责乌克兰对大部分袭击事件负责 对此乌克兰政府予以否认 这处训练基地距前线约1200多公里 但是美军少校迈克尔·威斯曼说 在部队看来前线要进得多 他说 我认为我们身处乌克兰 首先这是应乌克兰政府的请求 不过我同时还认为 事情本身也向外界传达了强烈信息 美国支持乌克兰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大家谁也没有忘记 这次训练的象征意义 不过部队表示 个人以及小组技能 也将对乌克兰部队的熟练水平 和士气产生实际影响 美国之音 VOA卫视新闻记者裴新 伦敦报道